為什麼我會想來參加分享這件事 其實我一直覺得焦點的分享應該跟我們不是很合 雖然我是焦點老朋友 但是我其實沒有花六十分鐘的分享過 因為我覺得如果要分享的話 好像是你有一件正要執行的事情 還是一個夢想什麼的 可是我現在就是其實還沒有那麼具體的東西 但是因為其實我剛剛的形容詞說 我自己是很自由 所以其實我現在是一個休學的狀態 所以我想應該也到了差不多的時間是要開始分享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契機是因為 因為我之前去吃法的時候 然後隔壁的桌他們在相親 然後有一個男生他就開始就是講他的聲勢 在說他高中就錯覺啊 然後他覺得要自食其力啊 他覺得學歷沒有用 然後就是講的 然後他講他非常他的人生經歷 然後很精彩 然後我就在旁邊吃飯一邊聽 然後我想說其實 雖然有時候聽他講就是會有點翻白眼 但是我想 人都是可以把自己的經歷變成一個故事 然後講給別人聽 如果你對自己很有自信的話 你不用你要做什麼 你都可以 就是你昨天發生的事情你都可以講 所以我想我應該要訓練一下 所以我就報名了消遣這樣 然後 然後我就先來自我介紹一下 對 嗯 我就是 我是台中人 然後我就是 我應該說 我人生有一個很大的起點就是 在我15歲考高中的時候 然後我考到了 台中高中的森林科 但是我自己念念沒有很喜歡 所以 我就不一定要收學 然後收學 收學通考之後 我就上了一所高中 然後那時候我覺得我應該是 對 就是應該可以很開心很快樂 就是到了高中其實沒有我想像中的 那麼的 好 然後 然後 於是我就是 好像 大家放心重提 就是應該是一個很人生經歷的故事 所以就是 對 所以我覺得當時我分享一下我的認真 然後 所以我就 我就 我就有點 我在高中的時候 就是有點反體制 然後 就是有點孤傲這樣 所以就是 嗯 老師還有同學都 不是很清楚我 然後我有一個 導師 就他 因為其實我後來也沒有拿去上課 然後我就 老師其實非常想要救我 他就是 他就用了各式各樣的方式 就是 稱讚也好啊 罵也好啊 然後什麼就是他什麼事情都做 而且 很不曉得就是高二分數的時候 他就是 他還是我的導師 所以他帶我三年 然後他也就是 罵了我三年這樣 然後 但是越罵是越煩的效果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也是有點 磨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所以 嗯 老師那時候就 就是說 反正 他也不覺得也沒救了這樣 然後 就是 所以這三年就是過得也沒有很開心 然後我就 就是想說好 那我上大學就可以解脫 離開這個不喜歡的地方 然後後來我就跑上 普通大學的法文系 然後去念 就是去台北京的執掌 但是 念到一半的時候 就決定 要收學 對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因為其實這三年的時候 我 就是有一個唯一的機會 就是我想要念 北大GP系 然後我就覺得 那個地方是一個 我可以逃離 現在所處的環境的地方 然後但是我沒有 我沒有考上 就是我 電視的時候沒有過 然後我就跟老師討論一下 就說 那要不要再重考 堅持這個夢想這樣 然後老師就說 這世界還很大 應該先去 呃 就是那未必也是你唯一的夢想 然後你應該先去做 就是你可以 先去上 你應該要去的學校這樣 所以後來就出一定的法文系 然後老師也說 你喜歡的東西 就是可以繞了一圈 還是可以 可以到你的地方 然後我想 應該也是這樣 然後 壞 但是念了 一年之後 就還是休學了 不是 沒有念 對 就是還是休學 因為我覺得 太多事情都是別人的說法 那是 就是自己 還是要自己的人生 還是要自己過 然後就 反正休學之後呢 就是展開現在所謂的game year 那Gabriel很多人有很多的方式 類似說 呃 他去出國打工副駕啊 或是 他去出國做志工 就是大家有各個 不同的規劃 那我的話 其實因為我是 沒有什麼規劃 所以我就 就先回 就先回家 然後回到了台中 然後台中有個地方 叫做好辦 就帶好辦 共同工作空間 實習 當實習生意證 那 在這個地方 我回到了很多東西 因為 它是一個 呃 不易分享的地方 然後 我在這邊遇到很多 不一樣的人 然後有很多正面的能量 這樣 那 如果大家對這個地方有興趣 等一下也可以來問我 就可以做一些詳細的介紹 然後 接後來呢 就是做完這個實習之後 就是我就 呃 因為姻緣機會 我就突然想去香港 然後 我就 去旅遊一陣子 然後大家也是問我 為什麼要去這個地方 你可以幫我放下影片嗎 就走 還要去做 開機 那 裡面是吧 按プレイ就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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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3 2 3 2 1 走對手組 還有殘跳 你有沒有覺得殘身跟這人像蠻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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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怎麼變這麼大 這邊一下 欸 打 就這樣嗎 可以翻小鳳 好 其實是差不多這樣 就是剛好我就是經歷到 就是他們剛好那時候 那天是9月28號 然後就是在鎮總前面的 就是鎮總前面的 就是鎮總前面的 就是他們要奪回公民廣場 對 這還沒有站從開始 然後就是很多人 因為那時候還有警方有鎮壓 然後就很多人就衝了出去 然後我就跟朋友一起到現場去 然後就是剛好那段時間就在那邊 然後 其實我覺得很音樂巧合 就是其實我沒有想過會對你們這樣 但是後來我就 我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在鎮總的現場 然後就是去 就是去問大家 如果我在那邊說我是台灣人 然後就是想要問大家一些想法 然後我紀錄下來這樣 就是其實因為我休學前有想說 我想要拍一部紀錄片 但我其實什麼都沒有做過 但剛好我去了那個地方 然後我就拍一些東西回來 然後在好辦認識了一個紀錄片的導演 因為他在好辦辦了小農品展 然後我剛好在香港 就是去看某一個紀錄片的時候 就遇到他 然後就聊了一下 然後後來我來台灣再去跟他聊 然後我現在就是滿想跑他的工作室那邊 然後就是 我就想這是因緣巧合之下 就是好像讓我更接近的我想做的事情 然後這一句話就是not trying to be 是在一本書上看到 他說你不要試著去嘗試 你不要試著去存在 就是我就是想在這半年 休學的大概六七個月的時間 就是讓我學到很多事情是 就是在高中的時候我們很快樂 但其實應該是因為我沒有活在當下 就是應該每個環境都有你想要去改變的事情 或是你覺得不合理的事情 但是你有沒有自身其中想說你要去改變 那像是我在香港的時候 我也問很多人說你們覺得有沒有希望 但是他們都是說 就是應該是不管這件事情有沒有意義 你應該要去做 試著去嘗試改變 像是好辦也好 就是那是兩位老闆 就是拍攝好辦的空間的兩位板 他們是在台北念書 然後他們覺得在台中應該要有一個像 就是像是台北那樣子的地方 可以舉辦很多東西 可以讓共同工作 所以他們回家鄉去做一點事情 就在這半年來 我就覺得有很多事情 是映照到我以前的經驗是 就是你應該要想著 你要怎麼去改變 然後自身其中投入你的努力 而不是把自己隔得很遠 然後又開始抱怨環境這樣 然後這個東西是歌劇院那時候再蓋好 台東歌劇院 然後其實因為我回來台中之後 然後就因為反而也沒什麼事情 我就 在好辦便實習的時候 就做一些想做的事情 可能很小 在說我想要辦百貨公司小旅行 然後就是找 也是像是好辦 像找點一樣就是 你要找兩個不認識的朋友 然後一起 其實是陪我去逛百貨公司 因為大家就是在上學 然後我想要聯絡一下朋友 然後我覺得百貨公司也是一個可以 就是好好研究的敵景 例如說 為什麼Sogo比較老啊 就大家會覺得是比較老的 去逛 然後邰格為什麼那麼難逛啊 然後 在台中最好逛的台貨公司 到底是哪一間啊 然後 就是大家陪我一起來研究這樣 然後那時候就是剛好經過了 一個地方 歌劇院就是還沒有 就是還沒有蓋好樣子 就是 我那時候沒有好好 之前沒有好好仔細注意過 但是因為做了這些事情 然後我就發現這個地方 然後他現在已經蓋好了 因為選舉寬倒了 對 所以他已經蓋了這樣 好像只是我們才十月 就沒開的那麼多 對 所以 就是說 就是現在就是 我這個階段就是 就是 有一句話是這樣說 就是 因為印尼亞人說就是 呃 你怎麼說 你怎麼說什麼 但是 就是 是一個很好的話 對 就是 就是說 就是 就是我要說什麼 我要說就是 要活在當下 對 等一下 我想一下他到底說 對 就是 現在才有48秒時間 對 活在 就是活在當下 就是 就是 因為其實我的 收學過程還沒有完成 就是 我之後還是會回到學校 但是 呃 就是到結束之前 我應該還會 想要 就是再來 來交點分享 那 因為像教練當然 可能會提供一些幫助 所以我還是要講一下 就是我可能接下來 想做的事情 然後接下來 就是想說 呃 可以再說去一個劇組工作啊 或是什麼 就是 其實這也很好很好玩 就是 那時候我覺得要求求 我就跟他說 帶來我一些的規劃什麼 然後他就說 你那些事情真的做得到嗎 可是 就是 呃 規劃是規劃 就是你真的去做了之後 你可能就會遇到不同的機會 像是紀錄片導演 或是說 呃 或是 我想 我現在可能在找一個劇團 想要進去裡面 可以 可以學習表演的東西 然後 就是有很多東西 是你在做的當下 你就會 慢慢的去接觸 對 好 OK 我還是想不起來